蜘蛛資訊 資訊 資訊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金融百分百 今天台北股市賬出4,800億的成交量 這四天台北股市一共 飙出了一兆八千亿 那今天这4800亿 盘中很多人一定开始非常恐慌 甚至在今天盘中低点的时候 停损卖股票 结果尾盘硬是拉了一个306点的下影线 这个盘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你今天一定会很害怕 一定在盘中急得去乱砍股票 你今天卖股票 你已经整整落后我们三天了 好 那这个大盘为什么会拉出306点的下影线 记不记得之前我跟各位讲过 几个观念 好 来 台积电不动 其他龙头股轮流涨给你看 后来大盘不是突破16579 又一口气涨了1万7了 对不对 那我说这个地方也跟你讲过 台积电不动 其他轮动 今天开盘之前我就告诉我的客户 未来会变成台积电不跌 也是不动的 可是其他高基期的个股轮流整理或甚至回挡 各位想想看 这个盘如果你没有看 如果你没有设想到 如果你甚至没有计划的话 你今天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形 一定恐慌在今天杀股票 我不是说今天杀不好 因为如果投资人手中太多股票 你早就应该卖了 可是你卖了今天 礼拜三 还是卖了礼拜五 你已经足足差了三四天了 我们先来看 来 今天找盘的时候我讲 上跪指数 会不会回撤月线支撑 昨天上跪指数 才刚刚回撤十日均线 我直接说 我说会回撤月线支撑 来我们来看一下 每个东西都跟各位讲过 这是大盘 我讲OTC 今天是不是打到月线 我再跟你讲 昨天是怎么样 昨天才刚刚十日均线去回 请问观众朋友 昨天美国股市不是科技股反弹吗 昨天不是科技股反弹吗 可是问题是 你80之上KD向下了 你出现二度背离 你本来就应该降温嘛 你降温是好事情 才有助台股多头延续嘛 那你如果没有呢 没有很简单一点 我盘中就怎么样 把那些融资杀出来 OTC就这样子啊 你想想看昨天这根 你们老师会直接跟你讲说回撤月线 这是月线啊 来 20日均线嘛 这里嘛 月线嘛 这条嘛 来 对不对 今天礼拜三嘛 那我不会等到今天再弹股票 事实上来讲我今天 我就一则讯息 我就一则大盘讯息 我不会在今天 卖股票啦 我要卖我该出的 我礼拜五 甚至礼拜一 我都已经出的干干净净的 对不对 那今天爆量少停准 刚刚好 打下来 给我买 但是我告诉大家 今天我没有买 好我没有买 我跟各位讲 所以一切都来得及 好 那我要跟各位看 我说每一个地方 我都跟你讲过 来 那 来月线支撑在这里 那今天大盘 我们看大盘 今天大盘盘中最低 不是跌破了 一万 最高来到多少 16935 又差点要共一万七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开始又跌 跌破16900 16800 16700 连16600都跌破盘中 1659 收盘又给你拉起来 各位 16700 我不是今天讲的 昨天礼拜二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客户 8点33分 本来就应该回档 那回档之后呢 我直接看16700 对不对 那后来昨天是怎么样 给你创个新高 再给你杀下来 很多人昨天你追股票 今天停损 对不对 那我已经预期了 我预期的是 这个盘 你拉回 我要全力布局 你没有拉回 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 我已经手中现金满满了 我礼拜五卖一堆股票 所以 你今天一堆 听到很多人跟你讲 我们获利停损 我们获利卖什么股票 我们获利卖什么股票 我礼拜五做的事情 今天礼拜三 今天很多人在停损高价IC设计 最主要是3661的四星KY 这个会不会有一万两千张卖不出去 四星KY 连叠了一支 两支 三支 四支 连叠四支停板 它会不会造成效应 那第一支跌停板 礼拜五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讲过嘛 我在获利卖股票啦 来 16700 不是礼拜二 我礼拜一就跟你讲了 在16700 那时候大盘在16900点 我就跟你讲了 有没有 你要提防高档震荡 短线支撑16700 我礼拜一就把 今天的支撑跟你讲 今天有没有守住16700 今天给你打穿 扫完停损之后 给你拉上来 一口气306点的下影线 我礼拜一 甚至礼拜五 我都已经把 这个盘子都已经设想好了 那请问各位 那我留在手中的金豪科 今天创新高 会很意外吗 怎么那么刚好 怎么那么刚好 我礼拜五出一堆股票 那我留在金豪科 昨天礼拜二还创新高 怎么那么刚好 我问各位一点 今天被分盘交易 好事 这个整理完之后 还有机会再涨 你知道吗 但是我希望 它能延续我们之前讲的 就是这股票 你不要追涨停板 你慢慢买 你让它一直涨 慢慢涨 慢慢涨 中间一根两根 才两根涨停板 可是你回过头来看看 昨天150块钱 创下波段新高 回过头来 我们在这里进场布局 一路报到现在了 60%还在手上 我希望金豪科 它就是大家的典范 它就是股海 大英豪 它就是涨不停 涨不停的股票 投资人才能大赚 你那种短线冲很快 一根两根三根涨停板的股票 如果你不懂得 见好就收 那就可能像今天 大盘盘中跌250点的时候 很多老师在停损股票 一样 我礼拜五就跟各位讲 来 我问各位 怎么那么巧 怎么那么巧礼拜五 上礼拜五 我大算出场 普城 怎么那么巧 今天跌停板 来 为什么那么刚好 卖完礼拜五 礼拜一跌停 礼拜二 小幅反弹一下 今天又碰跌停 怎么那么刚好 这一叉 叉多少 一叉 我跟你说 叉要三叉 我问各位 怎么那么刚好 我获利入带后 打回原点 白纸黑字 4月1号先买普城 买完涨停 两天两支 三天三支 礼拜五 大转出场 今天又跌停 有那么多刚好吗 这个急优 先买4月1号 买完 放完清明长假回来 先小掌 隔天直接跳空掌停板 礼拜四连续两天 两支涨停板 三天大转29% 怎么那么巧 礼拜五 我又大转出场 来 又差两成 三支涨停板 卖掉 差两成 怎么那么巧 都礼拜五 我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很多人今天停顺股票 很多人今天停顺股票 所以我告诉大家 做股票 你如果能够像我们这样子做 我连大盘都跟你讲 我只差没有告诉你说 大盘 大盘按照我的规划 以前我记得有人 很臭屁这样讲 他说 那个大盘是我划线的 那个是有点那个 可是我今天坐在这里 我跟你讲 我对大盘的规划 我都讲在前面 16700 我礼拜一就讲了 礼拜二来提醒我的客户 对不对 拉高不要追 果然创高这二度背离杀下来 对不对 今天盘中在告诉你 我说OTC 会回撤月线支撑 从十日军直接打穿 再给你拉一个长下引线 那我们要的事情是怎么样 就是来买像金豪科 这样子的好股票 那我讲过金豪科 在这里涨多 被分盘交易 不是坏事情 未来有机会再创新高 可是我问各位 那在这里 你自己去做金豪科 我已经大赚六成了 我现在是准备 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是 第一个 我什么时候卖金豪科 第二个 我买金豪科二号 这是我现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讲 这一切不是巧合 我礼拜五 获利卖掉 普城 其优 还有一档 我也懒得讲 那也是大赚出清了 因为都卖掉 那没什么好讲的 那礼拜一经验 经验很多人有 那我也告诉你 买完之后 先赚五% 再涨停 礼拜一获利卖掉 今天跌停板 这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今天 你的心情 跟我们心情 是不一样的 那没有关系 我说 你金豪科 你都没有做到 没有关系 好不好 你跟着我来做什么 金豪科二号就好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今天这个盘局 真的是其来有致 因为这个融资持续增加 那搞到怎么样 很多人都买一堆股票了 所以像今天很多人在停损 结果一扫完停损之后 给你拉个三百点的下影线 很多人今天股票停到低点 是赔钱在卖的 那没有关系 我说你赔了 当然留得青山债 你的老师一定安慰你 留得青山债 不怕没柴烧 那你为什么不礼拜五卖呢 你那个青山 你可以开开心心的 赚钱放口袋 青山绿水长流 你为什么今天在砍呢 这就是跟各位讲的吧 你一直在追股票 又买一堆股票 每次都在追涨停板 那杀下来紧张 紧张就什么 就砍 砍完之后再追 我做大盘的跟你讲 16700 今天是不是短线就直吻了 对不对 你们看那么多节目 你们老是每天都变魔术一样 那今天呢 今天都告诉你 哎呀我停损出股 不这个我获利 卖股票卖股票卖股票 保留现金准备怎么样 你今天才在讲这个 我说回到源头最主要观念是 不要去追涨停板 没有一个老师这样跟你这样讲 每个老师都是怎么样 反过来 带你去追涨停板 你的老师都带你去追涨停板 但没有关系 我说过 从现在开始都来得及 你看像金豪科 3018买 买的时候大家 大家都去追 那时候大家追什么股票 追什么高价的 天狱啦 对不对 经历科啦 都去追那种已经 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本一笔的股票了 那我说没有关系 你来得及跑就好 那我做的事情就是 我老老实实地买嘛 我记忆体就买这一档金豪科 我就买它 记忆体 它就一直涨 涨到一根涨停板 你发现 哎呀 原来跟着丁老师 你不用追涨停板 你可以大转两成四 4月6号的时候 涨不停 又涨停 来 看看 恭喜狂赫 只有一档记忆体的 叫做金豪科 记忆体我只做这档 我记忆体只做这档 怎么那么刚好 记忆体加起来 起码有超过30档股票 怎么那么刚好 我选金豪科 我只买一档 怎么那么刚好金豪科 涨停板 怎么那么刚好金豪科 我报到现在赚45% 怎么那么刚好 金豪科我不卖 昨天创新高 怎么那么多刚好 怎么那么多刚好 那你就不会意外了 那就不会意外 今天我们其实 根本不像一般投股老师 今天在停损 停损 那还是动作比较快的 有的投股老师 昨天还在乱买股票 买一大堆 今天动都不敢动 我说过 我所有 我只有四组会员 四组会员加起来 我只有八档股票 我四组会员 总共价值有八档股票 我希望你们做股票 未来就像金豪科一样了 慢慢涨 涨不停 一路涨 涨一次涨停板 赚24% 再涨不停 一路涨 再一个涨停板 赚45% 再慢慢墊高 创新高 从这里 一路慢慢就要上来 60% 请问各位 60%到今天强不强 今天还很强 他被分盘交易 被分盘交易 尾巴还收红 老师啊 打到跌停板 你不用怕 你不用怕 为什么 我赚六成了 我怕什么 震荡怎么样 震荡怎么样 我告诉各位 我今天没有在 我今天没有卖任何一档股票 我该卖的礼拜五都已经卖了 我该出该获利入代 我礼拜五都已经获利入代了 对不对 那剩下这档经验 经验为什么我礼拜五没有卖 礼拜五还在涨停板 礼拜一创新高 创新高好卖掉 这个经验 有没有 我不是跟你讲吗 4月9号 对不对 礼拜五涨停板 我礼拜四买的 10月8号买的 买经验 9点02分 给各位看 9点02分在144块钱 那144块钱 这边涨停板 151.5元 各位你自己看嘛 我当天一买现赚5.2% 经验 买完隔天一个涨停板 我是不是赚15% 我老老实实跟你讲礼拜五嘛 那礼拜五我抱着的经验 礼拜一获利出清 礼拜五已经出掉什么 礼拜五出普城了嘛 出完普城 摔下来 三天三支涨停板 我出掉 这边赚三成 这边下来又差三成 这样多少 不是六成吗 提优 这边先买 大涨 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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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利卖掉 又差两成 三成加两成 不是差五成 那这个差五成 这个差六成 怎么那么多刚好 经验经验 跌停板 来 涨停 涨停 卖掉 这边差两成 所以 今天这个大盘压下来 对我而言是个天大的机会 对 各位懂我意思吗 我绝对有这个资格告诉你说 我接下来下一张股票 我一定要带你怎么样 反败为胜 礼拜五该卖都卖了 赚这么多 杀下来 对不对 赚这么多 杀下来 那留着的金豪科 昨天创新高 六成 这个连洋也是一样 我留着 因为在这里整理完毕 上去遇到大盘震荡 未来有机会再创高 我讲得很白了 因为我说过 我该卖的 我上礼拜我都卖掉了 我上礼拜我都卖掉了 目的是 下一档股票 我为什么 常跟各位讲 我为什么常跟各位讲 不要去追涨停板 你涨停板赚不多 你赚不到 你追涨停板 你绝对赚不到 你这种股票 这样慢慢涨 你一百万的资金 变一百六十万 有量有价 三万多张 两万多张 都几万张的 中间就让你涨不停 涨不停 涨停板 涨不停 涨停板 创新高六成 对不对 这做起来不是很爽吗 古海大英豪 对不对 所以我想 你们的心情 可能今天 跟我们心情 今天不一样 不过不要紧 没有关系 好不好 我今天没有买 我也不需要 今天再停 再卖股票 我该卖都已经卖 满手现金了 好不好 但是明天 这就是你重新进场布局 跟着我来做 金豪课二号 金豪课 来 六成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来跟上这一档就可以了 好不好 我都还没有出手 你只要跟上这一档 来 帮助大家 宇哥 全力挺你 好不好 所有忠实的观众朋友 今天你打电话进来 先来电 你先登记 我先通知 先卡位 好不好 金豪课第二 就这档股票 只要跟上这一档 就可以了 但你反败为胜 加倍奉还 祝大家超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快点 千万 别分极 未经许 2000年 Wind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